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在谷歌地图的火星地图上发现的奇特地形 这个区域位于火星南半球 靠近南极的地方 根据工具的测量 该区域的长度约为7公里 宽度约为2公里 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口子 高有3500米 难道地下存在巨人文明 从目前我们对火星的了解 火星上有河床和河流冲刷过的痕迹 基本上可以断定火星在很多年前是跟地球一样充满生息的 也不能排成会发展出智慧生物的可能 火星一定是经历了什么灾难才变成如今这样荒无人烟的 如果智慧生命存在过 在地面不能满足生存条件的情况下 很可能选择移居地下 或者它们本来就生存在地下 若发现了真的是地下城入口 从入口的大小可以判断 火星人的个头一定不小 话说回来 巨型生物在地球上也存在过 决定体型的主要因素是富氧 恐龙存在的年代地球的氧气含量较高 所以那个时代的生物体型都很大 科学研究表明火星与地球诞生在同一时期 大约在39亿年前火星遭到小行星撞击 巨大的撞击破坏了火星核心的运行环境 使得原子核停止工作 导致磁场消失 若真的是这样 火星早在30多亿年前就不适合生命延续了 更不可能发展出人类文明 巨人文明当然也不会存在 对此大约